另外來看到流感疫苗10月1號開打 新北市長朱立倫就到板橋幼兒園關心幼兒施打的情況 而這裡的小朋友在市長的陪同下 接種疫苗不喊痛也不哭 獲得市長的大力稱讚 公佩流感疫苗開打 新北市衛生局服務出生6個月以上 到高中職五專專科三年級的學生 派出了醫療人員到學校來為同學服務 而新北市長朱立倫也來到板橋幼兒園 關心小朋友施打的情況 特別陪伴幼兒接種疫苗 而這群平均5歲的小娃兒 在市長的陪同下一滴眼淚都沒有掉 只有稍稍露出疼痛的表情 獲得市長的肯定 表現很勇敢 而市長也特別呼籲 符合公費施打的民眾 要拖出時間來接種疫苗 為身體增加抵抗力